来了来了 全新的14和16英寸MacBook Pro 顶着心剪的刘海 高燃炸闯的芯片 朝着我们的全包冲过来了 我是小天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 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MacBook Pro 有哪些更新 14和16英寸两个尺寸该怎么选择 以及这个配置该怎么搭配 我们先看看这次MacBook Pro的屏幕 侧边框窄了24% 上边框窄了60% 所以虽然苹果叫它14和16英寸MacBook Pro 但是屏幕的实际尺寸有14.2和14.6英寸 MacOS也为这个刘海屏专门做了优化 可以用到刘海两边的多余的空间 来显示菜单栏 Promotion这次也真的用到了MacBook Pro的屏幕上 和iPhone略有不同 MacBook上的刷新率是从24Hz到120Hz 但是在剪辑视频的时候 用户还是依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帧率 并且进行锁定 说为屏幕本身 MacBook Pro这次用到的是 液态视网膜XDR屏 结果自己说 这次显示屏是受到了Pro Display XDR 那块显示器的创意的激发 我来上官网上大概看了一下参数 最高亮度和对比度参数确实是一致 长辆亮度1000尼特 分值亮度更是可以达到1600尼特 iPad Pro上的mini LED 这一次也被用到了MacBook Pro的屏幕上 可以使得屏幕尽量的薄 结果自己这次也是很谦虚的称 这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 虽然乍一看 好像刘海是这一次最大的不同 但其实更大的升级是在内部的芯片 这一次苹果有些出人意料的 一口气就更新了两款全新的芯片 名字和之前曝光的稍有区别 叫做M1 Pro和M1 Max 两款新芯片毫无疑问 都比M1拥有更多的中央处理器核心 图形处理器核心 以及更大的统一内存 M1 Pro最高采用了10核中央处理器和16核图形处理器 最多支持32GB内存 M1 Max则采用了10核中央处理器和最高32核图形处理器 内存最多更是支持64GB 两者都比去年的M1芯片更强大 10核的M1 Pro和M1 Max都比之前最高配的16英寸MacBook Pro的性能要强上两倍 图形处理能力也分别提升了2.5倍和4倍 再加上M系列芯片一贯的功耗控制 在不插电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这样的性能 想想确实是有点吓人 虽然这性能爆炸 但是全新MacBook Pro的散热系统 可以在分扇的速度降低的情况下 还多吸入50%的空气 来帮助系统散热 保证机器在更安静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持久高效的性能输出 不过想想之前M1的情况 我估计M1 Pro和M1 Max这分扇转动的机会大概也不多吧 尺寸和重量上 14英寸厚1.55厘米重1.6千克 16英寸厚1.68厘米 根据芯片的不同分别重2.1或者2.2千克 作为对比 13英寸的M1 MacBook Pro厚1.56厘米 重量为1.4千克 所以说虽然性能爆炸 再次爆炸 但是14英寸的便携性做的还是很不错 重量和厚度几乎都和13英寸持平 16英寸是重了一些 但是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毕竟想要更大的屏幕或者更好的性能 总得在便携性上做出那么一点点牺牲 在续航上 14英寸最长支持17小时的视频播放 16英寸支持21小时的视频播放 好家伙 这几乎就是一天的量了 苹果自己也说了 这次16英寸的续航是MacBook有史以来最长的续航 其他的更新对于两款尺寸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 苹果把广受好评的妙控键盘带到了MacBook Pro上 而且还用物理功能键代替了Touchbar 端口上 苹果这次不仅带回了MacSafe充电口 而且还有耳机接口 HDMI端口和SD卡插槽 SD卡插槽真的是好评 再也不用多买或者随身多带一个转接头了 这对于经常需要视频剪辑的朋友来说 真的是非常友好 摄像头和音频系统也都获得了升级 摄像头是1080p高清 而且还提高了光圈增加了在低光时的表现 音频上麦克风是录音盆及三麦克风阵列 最多可以降低60%的底噪 扬声器上这次用上了6扬声器系统 可以增强80%的低音 而且还支持空间音频 这音频效果再加上液态视网膜XDR屏幕 这便携式私人隐悦妥妥妥没跑了 讲完更新 我们现在就说说这M1 Pro和M1 Max 14和16英寸该怎么选 配置该怎么搭 首先这次MacBook Pro的价格非常感人 售价14999元起 所以我觉得影响决定的80%因素 还是要取决于钱包的厚度 然后我相信选择M1 Max的用户 一定是在需求上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所以接着我们就主要讨论一下 在M1 Pro下的配置选择 在屏幕尺寸上其实就是便携性和大屏幕的选择 有些朋友的电脑需要每天都随身携带着 每天都背着 那肯定是觉得14英寸的便携性会更合适一点 而有些小伙伴买了电脑 其实主要就是在家里或者寝室使用 并没有那么在乎便携性 就是想着屏幕大一点用起来会更爽 这种情况16英寸就更合适了 总之在尺寸方面 我觉得大家按照自己个人的喜好购买就行 在性能上如果是轻度专业用户 那其实入门配置的CPU和GPU就非常够用了 因为毕竟去年的M1在性能上的表现已经非常优秀了 那什么是轻度专业用户呢 比如MacBook Pro平时主要拿来是看看电影视频 做做文件处理 偶尔会拿出来秀个照片 或者是把出去旅游时拍的视频素材翻出来剪辑剪辑 上传到视频网站做个兼职up主 如果是重度专业用户 比如职业的剪辑师或者视频博主 需要同时剪辑好多好多条的4K 甚至是8K的视频素材 又或者同时需要打开好多个专业软件进行操作 那我会推荐选择更强的处理器配置 在存储空间上 如果是轻度专业用户 那入门的512GB也应该足够了 因为即使偶尔需要剪辑视频 轻度专业用户也一般没有那么大量的视频素材 需要占掉设备非常多的空间 而且即使有些用户有存储电影的习惯 那也可以使用外接的移动硬盘嘛 重度专业用户的话 我还是推荐至少1TB的存储空间 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1TB的iMac 每剪一个视频的素材 就很容易占满全部的存储空间 虽然说可以买三星的T7移动硬盘 但是说实话也不便宜 而且还需要多拖着一个移动硬盘到处跑 也不符合笔记本便携的特点 在我看来 至少从512GB升级到1TB 是一个比直接买T7更划算的选择 如果实在是需要更多的容量 那可以再考虑购买T7移动硬盘 内存上虽然现在还不能实际上手体验 但我相信16GB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足够的 毕竟M1的8GB 很多视频博主都已经测试 显示是足够使用 但是 但是 如果预算足够 我认为32GB还是值得推荐的 毕竟MacBook Pro是不能在购买后再升级内存的 MacBook Pro毕竟不像iPhone 购买之后可能会一年已换 MacBook Pro一旦购买了 就至少跟着你要好几年 这也意味着 内存条也会跟着你好几年 更大的内存 可以给未来可能更高的需求 做好充分的准备 有句话说的好 未来你有机会赚更多的钱 但你却再也没有机会 给手中的MacBook Pro升级内存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选择全新的MacBook Pro 给出的一些个人建议 希望各位小伙伴们 购买时有一点参考作用 后面我也会继续分享 我个人购买MacBook Pro 10的配置和下单的思路 也希望小伙伴们继续关注 也欢迎大家留言和弹幕告诉我 你准备购买什么样的配置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也请记得订阅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